大家好 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啊 咱们先插播一条硬广啊 我们在4月12号到19号 组织大家呢 去河西走廊游学啊 从兰州出发 一路直奔敦煌 经过这历史上著名的汉四郡啊 也就是这个武威 张业 九泉到敦煌 那这一路美景是观不尽啊 古迹众多啊 兰州有著名的甘肃省博 我就把这丝绸之路的这个场面啊 这个情景啊 著名的马大飞燕什么这些个珍贵文物 都能看到啊 到了武威 雷坛 汉墓 马大飞燕出土的地方 甘肃的文庙 武威的博物馆 中国最古老的天梯山石窟 这个猛葬汇蒙的这个白塔寺也全能看到 张业有著名的张业大佛嘛 最大的卧佛像啊 当然了 还有这个著名的丹霞地貌啊 然后到了这个嘉语关 我们看著名的万里长城第一关 嘉语关长城 到了这个九泉瓜州 我们可以看著名的榆林窟啊 到了这个敦煌 那就不用说了 举世闻名的莫高窟 杨关 明沙山 月牙全 就这一趟 辛苦是辛苦一点 但是保证不需此行 如果您感兴趣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好 咱们言归正传 以前啊 咱们讲了很多战争 战争的一个基本规律呢 就是外行谈战略 内行谈后勤 二次大战同盟国能够胜利 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后勤物资的优势 我记得这个在书上看到过 如果一个日本兵在战场上消耗一公斤物资的话 一个美国兵会消耗636公斤 那你想啊 这是碾压性的优势 这种优势啊 绝不仅仅是说很多的军需物资 更重要的是呢 你得想折把这些物资送到前线去 整个二战期间 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和主要战场都隔着大洋 能够把美国国内的军需物资迅速用到前线 最关键的方式就是大量制造运输船 在当时的美国为了战争需要快速生产的这种运输船叫做自由轮 没有它 盟军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今天呢 咱们就聊聊自由轮的故事 自由轮最早的设计其实是出自英国 29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严重冲击了航运业 英国汤普森船厂在30年代初就开始琢磨设计一种 尽可能压低船架和运营成本的万吨机轮船 他们借助英国国家流体力学实验室的数据 优化了船底的构型 提高航速 节约运输时间 进而压缩运输成本 设计出来的这种轮船排水量万吨左右 造价不到10万磅 航速时节 全速航行时每天消耗煤炭16吨左右 真正做到了经济试航 汤普森船厂造了三艘这种船 并且投入到了货运航线 美国几年二战爆发 德国海军用潜艇的狼群战术全面绞杀英国的航运 眼看着被击沉的货伦敦位节节攀升 英国国内所有造船厂开足马力也不足以弥补损势 这么下去英国就因为没有货船会被活活困死 万般无奈之下英国政府只能求助于美国 他们的代表拜访了30多家美国大造船厂 这些造船厂没有一家愿意腾出空间和人手 为英国人造货轮 其中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在于怕英国完蛋了 他们拿不到货款 只有工业家亨利约翰凯撒对英国人的订单感兴趣 当时他在西海岸有一系列的造船厂 正在建造美国商船法案要求的远洋货轮 凯撒一开始准备按照美国这边的图纸给英国人造船 报价是60艘2400万磅 每艘40万磅造价 建造周期两年左右 英国人觉得太贵 要求把价格压低到1000万磅以下 而且建造时间必须缩短 为了节约成本 英国人就拿出了当年汤普森公司的低成本货轮的设计图纸 告诉美国老找着这个造就行了 这个凯撒拿到图纸之后 找到美国海军专业人士商量 海军一开始对这个设计非常排斥 觉得这就是一些不能长期使用的廉价玩意儿 但是战局一天天恶化 时间就是生命 在短时间内运输船的数量比什么都重要 最终海军选择了妥协 并对英国人的设计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首先从动力上讲 英国过去的船烧煤 美国最不缺石油 船都改成烧油的锅炉 然后英国人原先的设计 要用到大量的某阶结构 这对没有经过训练的普通技工 太不友好了 统统改成汉阶 其他能简化的都尽量简化 并且标准化 可以大规模流水舰生产之后 方便的运到船厂进行组装 这是充分借鉴过去福特公司 流水线生产汽车的经验 当然了 为了让这些船能够建造之后 就快速驶往英国 还得在东海岸 新建大量的造船厂 最终呢 大规模建造货船的计划得到了批准 而第一批就要造200艘 1941年的2月 罗斯福总统在一次面对公众的 卢边谈话当中 第一次提到了这200艘 要紧急建造的货轮 他在谈话中说 这些货轮要为欧洲带来自由 自此之后 自由轮就成了这些轮船的名称 41年的4月30号 第一艘自由轮铺设轮骨 开始建造 9月27号就下水了 建造周期没有超过半年 相比于过去的货轮呢 它的建造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美国参战之后 自由轮的建造速度更是明显的加快 政府的订单也不只是200艘 而是多多益善 美国东西海岸一共有18家船长 开足马力建造这个自由轮 整个建造的流水线工程是越来越快 1942年的10月 俄勒岗船厂一艘名叫提尔的自由轮 开始建造之后 10天就下水 即使到现在都会被认为是天方夜谭般的造船速度 没有到这样的速度还是被打破了 罗伯特皮尔里号自由轮 在同年的11月8号铺设轮骨开始建造 12号就下水 整个建造过程4天15个小时29秒 后来的收尾调试也只用了三天 船长就开了这艘油漆煤干的船跑去运输了 战争期间呢 这个自由轮的建造速度快到什么程度 就是美国有一幅这个漫画 就是漫画上就建造自由轮的工人 看表 说哎 离这个吃晚饭的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要咱再造一艘 就说我们这个造了个自由轮就能造的这么快 平均每艘自由轮的建造时间是42天 每个船厂同时有好多艘自由轮在造 李时满的船厂在43年初 30多天造了13艘自由轮 平均每天有3艘自由轮下水 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 美国的造船厂一共生产出了2751艘自由轮 而这些轮船对于美国如此重要 以至于它影响了其他许多武器的设计 比如作为美军装甲力量核心的谢尔曼坦克 它的大小就充分考虑了能为自由轮运输的需求 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在自由轮的建造上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它的迅速制造 也让纳粹德国通过潜艇战绞杀英国的努力彻底化为炮影 当时德国海军潜艇司令邓尼茨 非常关注盟军新造的运输船数量和吨位 理论上讲 只要潜艇每月基沉的吨位大于新造的吨位 英国就肯定会被拖死 但是到了1943年 德国潜艇击沉的自由轮吨位还不在新造的自由轮吨位的临头 这个时候邓尼茨无可奈何的承认 不但对英国的狼群绞杀失败了 而且德国正在被同盟国的物资压倒 并且输掉这场战争 事实也确实如此 每艘自由轮拥有一万吨左右的载货量 他们运载着军火物资 坦克飞机 源源不断横渡大洋 把英国打造成了反攻欧陆的基地 不仅如此 这些自由轮进入北极航线和太平洋 给苏联中国送去了坚持到底的物资 正是因为这数量庞大的自由轮 美国才能够以民主国家军工厂的身份 迅速的把武器投放到世界的各个战场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对于二战同盟国胜利的意义重大 当年的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回顾往事 特别强调自由轮和C47运输机 以及这个卡车 一样是盟军胜利的基石 只不过后人在看待那段历史的时候 看到的大多是战场上的厮杀 自由轮的重要性也就很容易被逼估了 到了二战结束之后 理论上讲 这些战时大量建造的自由轮 也到了寿命的期限 毕竟一开始规划的就是最多用五年 但是美国建造的这些轮船 质量有保障 绝大多数留存下的自由轮 还能正常运行 战后美国除了保留少量自由轮做措施之外 大部分都以很低的价格卖给了盟国 这对于宝京战乱摧残的各国来讲 无异于天上掉馅饼 希腊在战后买了五百多艘 为战后恢复航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联获得了46艘 而且在冷战开始美苏交恶之后 仍然继续使用这些船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退役报废 现在就在美国 我去旧金山的时候 旧金山就是港口上就一艘自由轮 当时的自由轮保留了下来 但是要登上去参观40美元 我觉得加州的物价太贵了 在德州参观德克萨斯号战略舰才十几美元 然后在弗吉尼亚参观威斯康星号战略舰也才二十几美元 您参观一艘自由轮就四十美元 我都没上去 其实有的时候一想也挺遗憾的 钱不重要 应该好好去看看这段历史的活见证 自由轮的故事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美国工业的强大和灵活性 更说明了现代战争中后勤的本质 运输手段和物资本身具备同等重要性 没有靠谱的运输手段 战争机器再强大 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美国靠着不齐尔的自由轮 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 就是最好的证明 好了 关于二战美国自由轮的故事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